HELLO 大家好,我是薩斯 大家知道林口線嗎? 很多人對林口線第一印象可能是它是一條運送煤礦的鐵路 不過對於薩斯來說 它可是承載了薩斯小時候台鐵機場線的夢想 而可能有人會說 啊現在的機場捷運有什麼不好的嗎? 事實上如果你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發現捷運與傳統鐵路在營運性質上有相當大的不同 甚至當初如果以台鐵來興建桃園機場的另外鐵路 也能有現在捷運完全無法取代的優勢 因此這間影片我們就聊聊台鐵林口線與機場捷運的糾葛吧 大家不多說,我們開始囉! 林口線新建於1968年是台鐵所屬的貨運鐵路直線 目的在於運送火力發電所需的燃煤 已經滿足沿線貨物與水泥場的運輸需求 一直到了2005年 桃園縣政府為了推動台鐵捷運化與捷運工程 決定以林口線作為示範客運的樣本 於是桃園鐵路就此誕生 林口線全線長約18.4公里 設置7座車站與2座貨運站 不過在2012年 由於台鐵與桃園縣政府的管轄與營運責任不清 光路貨運的機動性優勢 以及台鐵桃園路段的高價化工程規劃 林口線在同年12月停止運行 林口線的優勢在於不用額外遮授太多的土地 同時以傳統鐵路電器換後的效果 除了擁有更大的服務範圍以外 架空電車線的傳統鐵路 也比第三回供電的捷運 有更高的運行速度 當然也不用漫長的站外轉乘 擁有更平緩的路廊地形 也是現行捷運無法取代的好處 但為什麼政府選擇了機場捷運 看似美好的林口線又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台鐵營運狀況不佳的問題 在鐵路電競化後的幾十年來 台鐵經營狀況越來越差 除了財政狀況負擔增加以外 運行上的安全與轉點效率 以及民眾對台鐵的信賴程度 左右這樣建設完成後的使用機率 以及座位政績的評價好壞 仔細觀察桃園車站林口線分歧點 列車必須倒退進出桃園車站 對於月台配置 以及平凡調度會造成負擔 而林口線一部分途徑的市區 緊鄰民宅 除了有實際擴充上的困難 在鐵路線的班次上 就有導致的交通與噪音問題 對於一部分民眾來說 可能無法面臨平凡的直通班次 又讓林口線的改造效益少了許多 不過要說林口線落馬的最關鍵原因 那就是都市開發 在推動機場聯外鐵路規劃之時 正好也是台北市產業與人口 朝台北線外移的高峰 融合路線一樣按照台鐵路廊行事 無法提供新莊附都心等 新北市西側的交通與土地上開發的需求 在10N縣長數證上的爭取下 以及沿線居民的期待之下 這種開發效益較低的林口線被淘汰 除了這些主流說法 個人認為政府對台鐵的進行態度 也是很大的因素 因此要全面評價林口線的效益 以及廢線的遺憾與政策的影響 我認為很大一程度還是一句話 政治利益 這也是之前的衛城市系列 常常出現的一句話 大家外來可以多思考一下 每個建設的背後 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抉擇 或是被忽略的正確解答呢 林口線計畫告吹之後 機場線於2002年改由中央政府全額興建 並於2009年正式通工 硬體規格也定調為鋼軌第三輪供電的捲運系統 經過了六次延宕之後 機場線於2017年2月正式通車 桃園機場也借此擁有了專屬的連外鐵路 除此以外 機場線也是全台灣第一個有快慢車分離的捷運 同時也開啟了中長距離捷運系統的 行建風潮 路是仔細剖析其中的好與壞 捷運系統與線型規劃解決了許多林口線的問題 但也不代表線型規劃萬無一失 如同影片前面提到的 機場捷運路線上爬坡彎道眾多 直達車運行速度並不如計畫中的快 再來轉乘的不方便 讓旅客必須行走在本身就是迷宮的台北車站 長達15分鐘以上 因為範圍太小 也讓除了台北市或鄰近居民可以利用以外 桃園、新竹等其他地區往返機場 還是多利用公路 對於國道優色以及機場捷運低迷的運量 都是負面衝擊 因此我們進到結尾部分 今天我們今天要了解台鐵機場 我是說林口線這一段有趣的歷史故事啦 那這樣的威城線系列也會在未來持續的跟大家更新 包含沒有新建完成的路線 或是曾經存在的一些鐵路規劃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影片類型 還有現在的剪輯形式的話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好啦 那我記得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按個訂閱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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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見到這裡 會不會 喔